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是一個久違的購物分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買了什麼 還有什麼覺得好用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記得看下去 我這次的東西比較稍微 我會由Skin Care和化妝品開始 開頭要介紹的這兩樣其實都不是近期買的 我最近才開來使用,覺得很喜歡 首先就是這個Atona 這個牌子就是我之前介紹過Hill Heels的牌子 它也是一個韓國品牌 我之前不斷推積雪草面膜也是這個牌子的出品 雖然你看到它很水狀 但是它裡面除了保濕的成分,也有蜜糖的成分 你也會聞到一點蜜糖的香味在這裡 所以秋天那一陣子都挺喜歡用這個爽膚水 因為它清爽得來,也會有一點滋潤的成分 不過如果再冷一點的時候,就反而未必適合了 那我就趁現在盡快用它 第二個也是類似爽膚水的 它這個就是基然出的一個面膜 就是被人每人化妝前用的一個面膜 那這些的早上面膜,我自己就不會太大要求 我自己覺得它保濕的效果非常之不錯 而且它修毛孔的效果也是非常之好 所以如果有時候早上覺得自己毛孔粗大的時候 用它我就覺得不錯了 那護膚品的部分就來到這裡了 然後就來到這個化妝品的部分 那它們也是韓國品牌WOMAN最新出的韓服系列 那我自己就買了兩樣的產品 WOMAN最新出的韓服系列真的非常之少 我自己首先被他們的包裝吸引了 然後就買了 買了這個唇彩 它是一個偏啡色的暗紅色 那我自己今天也是用這個唇彩 那我自己因為本身唇彩比較深 所以跟它合起來的效果 你看到它塗出來的顏色 就不是真的那麼啡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人 都carry得到的 而且它的顏色也是算顯白的 所以如果你近期想買一些唇膏 給冬季用的話 我覺得這顏色也不錯 只不過在現在這個時勢 到底是否應該買唇彩的這件事來講 第二樣的WOMAN的產品我買了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胭脂來的 我覺得它的包裝這次做得挺漂亮的 所以我就揭上它了 一開就是這個胭脂了 我覺得它的包裝真的超級辛苦 這一層是霧面的阿加力膠來的 中間就會有它這次韓服系列的logo 我買的顏色就是01號色 它也是一個比較秋冬的顏色 又是偏啡色 它是一個膏狀的胭脂 它就會送了一個好像 CUSHION的密體給你去上 在臉上 我自己都用了幾次 我自己覺得雖然它的顏色 或者上了臉的效果非常不錯 這個膏狀的質地 感覺上不能夠放很久 感覺來講 傷到會比粉狀來說 覺得沒那麼衛生 如果你說冬天機不想妝的話 我覺得用胭脂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你就需要快點用完這個胭脂了 不然就會好像沒那麼衛生 然後就來到這個髮色的部分 首先我剛才說Romane的彩妝系列的時候 其實我買的時候 他就送了一個這樣的豬腸圈給我的 今年韓國就是非常流行這些豬腸圈的獎金 我自己也有好幾個 我覺得Romane送的這個質地是非常好的 舖頭太節省的話 做出來的成品就沒那麼漂亮 這個它是用了幾多布料去做的 所以摘出來的效果真的有開花的感覺 我自己這輪都很喜歡用這些豬腸圈 一個是另外自己買的 它是一個格子的pattern 我看到它好像最近拍手指拍startup的時候用的獎金圈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 之後還有一個就是這些編織出來的豬腸圈 這個會比較冬天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 和我今天看的衣服也很合襯 那這一類型的橡欣圈 我之前看的IU也有用過 那我看到它那個好像是紫色的 那我今次看到這個暗綠色 都覺得它挺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 那如果你有follow開行星IG 或者電視劇的話 都可以看到除了瘦智之外 還有Blackpink的Gini等等的明星 都有用過這些沙圈夾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幾個回來的 那我現在新買回來的 都是比較時興的款式 首先就是這個瘦智紅款 又是代母的顏色的沙圈夾 而且這些街邊買也是十幾二十元 也挺划算的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 那除了這個大的沙圈夾之外 我也是買了一個啤色的小的沙圈夾 專門是給我夾一個公主邊 但是如果好像我的髮量那麼多的話 我也是推介你買大尺寸的比較好 因為如果不是就會夾不緊 所以對 你根據自己的髮量去選擇那個尺寸會比較好 那除了兩款的代母顏色之外 我都買了兩個唇色系的 那一個就是現在很流行的奶茶色 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暗紅色 暗紅色的話我就覺得冬天很適合 還有你有時穿黑色衣服的話 我會覺得襯這個就會比剛才那些好 好 那說完板嶺方面的東西之外 就是講一些衣服鞋襪的部分 那最近我就很喜歡穿水衣 不知為什麼 我之前就買了一個韓國牌子的一套水衣 那套水衣就是一個橙的圖案 放一張圖在這裡 我覺得那件真的非常可愛 而且我覺得它的質地也算是非常清爽 非常適合夏天去穿的 不過現在就入冬了 冬天的話就需要一些長袖長褲 我早前趁無人減價的時候 就買了兩套髮蘭蓉的水衣 一套截了之後 好像是200元港幣左右 這一套就是純粉紅色的 因為我已經穿緊了 所以有點抄 那褲子也是同樣的款式 那我自己覺得呢 它的質地真的非常舒服 那我早上穿了這套睡衣之後 不想換其他款式的睡衣 一直覺得買一套睡衣要280元 不太捨得 覺得很貴 那上次剛好被我撞到特價的時候 那我當然不只買一套 那這一套就是比較成熟一點的 它就是這個綠色和藍色的格子 那這一套就是我買的 我拿了它的睡衣來拍片 那我覺得這款式雖然偏成熟 但是因為它深色的關係 但是穿著它吃東西沒有那麼大壓力 直身打臉的時候 真的很怕彈倒這個粉紅色的睡衣 真的超級大壓力 好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要買 都是買深色的比較好一點 那我知道UNIQLO那些 都會有這個質地的睡衣 那如果你說預算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應該可以看看它們的睡衣 分完衣之後 想跟大家說的就是一個補充劑 那它是一個益生菌來的 應該好幾個月前在IG上面 鋪過這個產品的照片 我看這個牌子在韓國都非常出名 所以我自己看到 那些IG商店做特價的時候 就買了它回來 那它一盒就有50條 那每天吃一條 那它是幫助我這個搶作蠕動 這一條就是這樣的包裝 現在先吃一條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吃這個牌子的新裙 那它就是這樣撕 然後這樣噴進口裡 吃下去的感覺就是 像在吃液力多的粉 那樣的 一些都不覺得很難入口 好像在吃糖 那樣的 那我覺得它味道非常好之餘 那它真的做到東西 那我有一陣子工作 from home 沒有做運動之餘 也是走很少路 那就變了它也不是很暢順的時候 那我吃這個 我真的感覺到它有幫助到我的 那如果大家都有這個需要的話 可以買這個牌子的新裙 現在看到到處的價錢 都是100元以內的 那我自己買的時候 就是某間網站做特價 價錢做89元一筒 對 那大家都可以根據這個價格 做一個參考的意義 好了 然後呢 來到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它是算一個家裡的小擺設 那其實是我買給我自己的生日禮物來的 大家看到的話 應該都會覺得很惡然 為什麼我會買這些東西回來的 那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一個招財貓 因為我自己這陣子 本身就想買招財貓的了 那為什麼會買這隻招財貓呢 那我最近看那個台灣youtuber 卡特 又買了這隻 這個牌子的招財貓 我覺得呢 很有趣 還有很少見的款式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了 它是實物體 它是一個天藍色的招財貓 那它這個質地呢 是膠的質地 那所以呢 也不會說很重的 它也可以入電 那我給它這樣一隻手動下去 那這個牌子的招財貓呢 除了這隻招貓之外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每一個顏色都有一個特別的寓意在這裡 那我這個好像是給我事業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希望它幫到我了 那呢 今天呢 這條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呢 記得給個like我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開啟啟啟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開啟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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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